中国最不该灭亡的王朝,却因太强大而走向灭亡,既不是汉朝也不是唐朝,数千年来,历史上曾出现了无数强盛的王朝,留下了许多珍贵优秀的艺术文化,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大多王朝却在时间的侵蚀下交于战火,最终覆灭。 不过,当我们在总结历朝历代灭亡的经验时,便会发现,大多数国家之所以灭绝,那是因为国家实力衰弱,难以自保,又或是国家历经强盛,但后代的治理过于无道与昏庸,方才被愤怒的人民推翻,国家的灭亡并不是一朝一夕造就。 他拥有着衰落的过程,而其中一个朝代却一反常态,在自己最强盛之际,促然而崩,令人目瞪口呆,这个朝代就是隋朝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民家庭,但他有着超凡的智慧和勇气,从小就显示出了不凡的才能,在北周军中展露头角,屡历战功,深得武帝和宣帝的信任和重用, 先后担任过北周大将军、大司马、大丞相等要职,在北周内部斗争中起了关键的作用,他先是借助武帝之子宇文户的势力,消灭了武帝之地宇文爵和宇文贵等反对派,后又联合宣帝之子宇文玉等人,诛杀了专权跋扈的宇文户,他在这些政变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手腕和军事才能,为自己奠定了稳固的地位, 杨坚在北周后期掌握了实权,开始着手改革北周的制度和政策,在北周末年,利用宣帝之子宇文战的叛乱为契机,发动了一场政变,废除了年幼的北周工地宇文延龄,自立为地,建立了隋朝,他定督大兴城,改元开皇,在位期间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,加强了中央集权。 他还对外开展了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活动,平定了东北的高沟黎,西北的突厥,西南的南兆等边疆民族,更是在589年,消灭了南朝陈朝,结束了自魏晋南北朝以来,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局面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,他的功绩被后人称为开皇之治,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。 然而,杨坚也有着不可忽视的缺点和错误,他在建立隋朝的过程中杀戮了许多无辜的人,包括北周的皇室成员,大臣,将领,士兵和百姓在统一全国后。 没有尊重南方人民的习惯和文化,强行推行北方制度和政策,对外战争中争掉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,造成了人民的苦难和国家的财政困难,晚年更是沉溺于享乐和奢侈,忽视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危机,这些缺点和错误,为隋朝后来的灭亡埋下了隐患。 综上所述,杨坚是一个功过参半的开国皇帝,他有着开创王朝,统一中国,改革制度,发展经济,文化和军事等方面的伟大功绩,但也有着屠杀无辜,强制同化,滥用战争,荒废政事等方面的严重过失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隋朝第二位皇帝杨广是隋文帝杨坚之次子,在父亲杨坚死后,继位为帝,改元大业。 杨广本来有着成为一位明君的前置,但他却因为野心,贪欲而自毁前程,他在篡夺皇位的过程中,不惜杀害自己的兄弟。 数百,侄子等亲属,甚至毒死了自己的母亲独孤皇后,在执政期间,荒废朝政,专权专利,屠杀了许多无辜的人民和官员,不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,多次发动对高沟黎的征讨,造成了数百万士兵和百姓的死亡和伤残, 且滥用人力和物力修建了大运河,东都洛阳,江都扬州等工程,虽然有一定的功效,但也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不满,与此同时不离朝政,沉溺于享乐和奢侈,建造了许多宫殿和园林,拥有数千名妃嫔和侍女,挥霍无度,阳广的这些罪行和错误。 引起了全国各地的反抗和起义,其中最著名的是李渊,李世民等人发动的唐王朝革命,李渊是隋朝的一位忠诚而有能力的将领,他曾经辅佐杨坚,平定南朝陈朝,并被封为唐国公,他的儿子李世民也是一个英雄豪杰,曾经随父征讨突厥, 他们在617年,在太原起兵反对隋朝,并迅速攻占了长安和洛阳,杨广在江都,金扬州,被自己的部下俘虏并处死,隋朝就此灭亡,唐朝就此建立,综上所述,杨广是一个自毁虔诚的昏君,他有着才华和潜力,但却因为野心走向了灭亡。 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和反思的历史人物,虽然隋朝只存在了37年,但他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,在政治,经济,文化,军事等方面,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,是一个开创中古文明的王朝,首先,隋朝在政治上,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统一,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,为后来的唐朝奠定了基础,还完善了科举制度,选拔了许多有才能的人才, 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官制度开创了先河,其次,隋朝在经济上促进了南北的交流和发展,修建了著名的大运河,连接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,为南北的物资运输和贸易网来提供了便利,且隋朝还重视农业生产,新修水利工程,增加了粮食产量和税收收入,还开辟了丝绸之路,与西域,日本,高丽等国家进行了广泛的外交和商业活动, 拓展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,再次,隋朝在文化上推动了中古文明的发展和繁荣,隋朝注重文化教育,设立学校和图书馆,编撰了隋书,音乐图,乐旅全书等剧著,推广了隋朝的文字和音乐,还重视佛教和道教的发展,建造了许多寺庙和道观,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兴城的大兴善寺和洛阳城的白马寺, 最后,隋朝在军事上也展现了强大的国力和战斗力,拥有一支庞大而精锐的军队,曾经平定了东北的高沟黎,西北的突厥,西南的南兆等边疆民族,维护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,隋朝在各个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,隋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而短暂的王朝, 他在37年内实现了全国统一,并在各个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,然而,也因为内乱和外患而迅速衰落,隋朝的灭亡是一个历史的悲剧,也是一个历史的必然,隋朝的灭亡,既有其主观的原因,也有其客观的原因,主观的原因,主要是隋朝的两位皇帝杨坚和杨广的功果参办,杨坚是一个开创王朝方面的伟大功臣,但也是一个屠杀无辜的严重罪人, 杨广是一个才华横溢,改革建设的有为君主,但也是一个暴虐无道的亡国之君,他们的功绩和过失,共同造成了隋朝的兴衰,614年,一场兵变,终于让杨广被叛军所杀,至此,杨坚创造的这个强大帝国,就这样在他二世手中覆灭,转瞬即逝,村民们叹息连连,离老汉悲痛地说,杨广这思荒淫无度,不思民生,败坏了老祖宗的基业,真是暴殷天物, 罪该万死啊,众村民都痛心疾首,对此历史惨剧无不感叹,杨坚从平民起步,以超人的智慧和毅力,建立大隋王朝,一统南北,开创盛世,但他创造的强大帝国,却因二世奢靡荒淫而覆灭, 历史的车轮再次转动,天命昭昭,盛极必衰,朝代更迭,似乎成为了历史的定数,一个朝代的兴衰离不开君主的作为,人民最终要承担他的恶果,客观的原因主要是隋朝所面临的社会和历史的环境,隋朝继承了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和动荡,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实现和维持统一,同时还遭遇了中古时期的民族和文化的变迁, 需要适应和调整新的形式和需求,这既是机遇也是挑战,唐朝是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朝代之一,然而即便如此,唐朝也不是没有过风雨飘摇的时刻,唐朝在五周时期和后来的皇朝之乱中也都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期,以五周时期为例,武则天执政期间奢靡之风盛行,宦官专权,社会风气败坏。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唐朝的根基,因此,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,不论是多么强大的王朝,都需要保持谦逊和谨慎,时刻警醒着自己,如果我们再次回望隋朝,可以看到,杨坚在建立隋朝之初,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统一和发展的政策,例如推行军田制,实行科举制度等。 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隋朝的繁荣,然而,他的儿子隋阳帝杨广在位后,却放纵自己,沉沉于声色之中,丹于享乐,政治腐败,这样的做法不仅导致了国家治理的混乱。 也失去了民心,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王朝的兴盛,不是一蹴而就的,更不是凭空而来的,他需要领导人的明智决策,良好的政治制度,社会的稳定,百姓的安居乐业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,因此,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历史的教训,珍惜当下,谨慎应对各种挑战,让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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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